在課程開始之前 我可以先問大家幾個問題嗎 就是去年有同樣來上過 原住民特作班的請舉手 去年 都沒上過就是了 請問一下各位 就是目前有在部落裡 從事農業耕作的請舉手 大概三分之二 那請問一下就是 現在雖然沒有在部落裡從事農業 可是呢 有意願未來要到部落去從事 產業發展的請舉手 有一位就是現在不是住在部落裡 那大家沒有住在部落裡 然後呢 就是也不是從事農業耕作 沒有的其他沒有舉手的人 請問一下你們是原住民嗎 或者有親戚朋友是原住民嗎 有的話請舉手 沒有住在部落裡 對 沒有住在部落裡 但是有在種植原住民特色作物的請舉手 好 好 那 沒有舉到手的請舉手 好 那我可不可以大約詢問一下這兩位就好 你們主要是 從事什麼行業 為什麼會想來上這個課 我本身之前是家裡都是務農 那 這一兩年又回歸一般職場 那其實是 對農業部分還是比較有興趣 那 之前是大部分都是以葉菜跟小果番茄為主 那 這一兩年的企劃是 會種植一些果樹 酪梨 愛玉跟那個 小番茄還是主要的 那其他像 酪梨跟愛玉的話 因為是屬於比較長期的作物 那得是做輔助的部分 那會再嘗試種一些 比較新興的熱帶水果 因為 現在有試種幾樣水果 就是 石榴 石榴這個部分的話 去年種 今年已經開花有結果 那 還有一些作物的話是還在尋找 看比較適合花園 當地的一些作物 謝謝 謝謝 我們從翁大哥的這個說明可以知道 就是 他主要是種 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 市場上 主要能夠接受一些蔬菜水果 相關的農作物 那 對於這個原住民特色作物 可能 翁大哥是來尋找一下 看有沒有其他的機會 或其他的 適合在花林種植 比較 適應我們這個當地環境的 可能的潛在作物 他可以來做 引進他的農場 繼續耕作 尋找一個新的商機 好 那我們的官先生呢 我是在經營民宿 然後 因為遊客很喜歡吃這個 特色的蔬菜 然後我們想在民宿周圍種一些 給遊客參觀這樣 對 太好了 那 那個官先生 待會呢 你就是我的目標推廣對象 哈哈 對 其實呢 除了一級的生產 就是真正從事農作 在原民的產業還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 那我現在還想再請問就是 目前在部落從事耕作 就剛才舉手大概有三分之二人 你們正在種植原住民特色作物的請舉手 啊 只有一位啊 你種什麼 我 我目前種樹豆跟鹿橋 啊 上一期種紅磷 因為不好削不種啦 大概 上一期種地瓜 這樣 那 哇 大哥你的名字 哇 太長了 我怎麼稱呼你比較簡單呢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名字嗎 這裡有12345678 八個字 不好意思啊 我的名字很長 我叫阿諾 阿諾是我的名字 路河是爸爸的 父子聯名 後面是姓 巴吉塔爾 巴吉塔爾 全名是 阿諾 路河 巴吉塔爾 所以你是盧凱族 我是阿美族 阿美族 光夫人 哇 真的 這個呢 因為我 我不是要耽誤大家時間 這個 原住民的這個 就是語言呢 可能有它特殊的意義 很多時候呢 會把他們家族在種什麼作物 取在他的名字裡面 那我請問一下 剛才你沒有介紹一個比較簡單 可以稱呼阿諾 阿諾 我的名字叫阿諾 叫阿諾就可以了 就是什麼意思 阿諾是琥珀的意思 琥珀 琥珀 阿諾 定名 羅河是香蕉 因為都是自然物 巴吉塔爾是太陽 我們是太陽子民 所以我們是太陽師主 謝謝 有光有水有農作物 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生態系 表現在他的名字裡面 好 那我現在再問大家最後一個問題 有誰可以跟我講什麼是原住民特色作物 有沒有可以自動的 不然亂點名喔 好 我們一直在講原住民特色作物 其實特色作物就是 上一代一直傳下來的種子 到我們這一代還在使用 這個簡單來講是特色作物 像蘇豆 蘇豆 蘇豆 法達岸 法達岸是光復 現在翻譯成光復 其實法達岸是馬泰岸 蘇豆的故鄉 小米在部落常常看到 我們經常在種小米 每一年我們都會種 因為我們要保種 我要留種 不能失傳 所以蘇豆小米 都會一直種下去 所以這個叫做原住民的特色作物 還有沒有人要補充 原住民的特色作物 我也是這樣認為 就是現在在部落裡面 跟部落的文化 跟他的生活 世代傳承綁在一起的這些作物 都可以是原住民特色作物 像剛剛大哥 已經把那個 安奴大哥詢的 就是這個蘇豆 這個跟他們的部落生活在一起 可是呢 實際上愌豆 可能不是原生於台灣的 他是從那個 印度 然後呢 輾轉到了有中國 有到我們的東南亞 然後慢慢傳進台灣 但是這個過程跟這個部落族人的遷徙有關係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跟著他們一起生活 到哪裡都要種這個作物 因為他們要食用 不論是在文化記憶上 或者是說他們生活 這個蛋白質來源等等 他有需要這個作物 到一個地方他就會撒播這個種子 他們會帶著種子走 所以其實有時候原住民特色作物 跟我們一般在講的是原生種 或者是外來種 或者是說這個是經濟作物 或者非經濟作物 其實都比較不一樣 對於原住民朋友來講 定義上他這個原住民作物 就是跟他們有關的這些作物 都是原住民的特色作物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過去我們在台灣歷史上 大概400多年前曾經有做過調查 就是當初在台灣有食用的 拿來吃的作物種類 大概知道有多少種嗎 就是我們一般在餐桌上 家庭上可以看到的這些蔬菜作物 農作物大概有多少種 你說對了 但是那是現在 過去400年前大概有多少種 可能大家飲食文化的豐富度 超過大家的想像 大概是有700多種 那目前呢 在我們的餐桌上 主要不同季節 一年到頭 可以看到這些作物 大概有多少種類 大概是一兩百種 那為什麼中間有落差那麼大呢 就是有很多的 我們在地的居民 常用的這些特色作物呢 大家沒有繼續吃 沒有繼續種 所以它就慢慢的 在我們的餐桌上消失了 而現在為什麼我們國家 或者說普遍大眾 又開始重視這個原住民特色作物呢 希望把這些作物找回來 當然就是 以國家的角度來看 就是糧食安全啊 因為現在我們的 不論是氣候變遷啊 大家可以感受到 只要那個什麼 大雨 颱風 或任何一個 今年大旱 溫度太高 沒有降雨 可能就造成我們的 糧食產生了一個危機 農民想要 雖然價格高 想要種出來賣 也不可能 或者是說大面積 大規模的種植 讓有些農作物病寵害很嚴重 可能就使用了過多的農藥 使用很多化學的物質 讓大家對 飲食產生一個健康的疑慮 食安 糧食安全等等 都是我們希望 能夠找回這些作物的原因之一 還有其他的 就是有關於像部落開始認同 族人自我的認同 像很多時候在部落會 記憶會使用到小米酒 可是因為不方便 沒有人釀造 或者沒有傳統知識流失 可能就用米酒來代替 可是其實部落有時候會慢慢想說 我要把過去的傳統 對我們祖先的敬重 我要把過去的小米酒 對它是最尊敬的 我一定要找回來 所以就要開始種小米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文化的原因 可能就造成我們 這個現在大家慢慢的重視 原住民特色的作物 那在花蓮台東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跟其他改良廠不太一樣 我們會就像剛才我們的代理廠長 蔡廠長講的 我們會把這個原住民產業 當作我們廠研究的主軸之一 大家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知道整個原住民在台灣的人口 大概占多少 可以舉手說一下嗎 這些資訊齁 其實大家多多關心一下 有那個遊客到你的農場裡的時候 你才可以跟他講 我這個東西有多珍貴 多特色 有什麼重要性 我就幫大家多一點解說的說詞 大家覺得全台灣的原住民人口有多少 趕快Google查一下 對 翁大哥 我覺得你真的是 那個什麼 對於原住民的知識是滿關心的 大概50多萬人 占台灣人口多少呢 沒那麼多 才2% 所以呢 全台灣人口來看 有原住民身份認證大概是2%的人口 那在花蓮大概有多少%呢 花蓮是給大家一個提示 是所有的縣市裡面原住民人口最多的 但不是比例最高的 是人口最多的 大概有9萬多人 所以他大概可以佔超過1分之1 大概是27 28%這樣子 那在東部 其實最多原住民是台東縣 可是他總人數沒有花蓮人數那麼多 但是整個花東加起來 大概呢 因為台東大概佔了30幾%左右 所以花東其實是原住民 就是聚居的地方 比較多原住民聚居的地方 相對他就會比較會使用 就像我剛才說 原住民特色作物 其實是充斥在族人的生活中 所以他也會比較多使用這樣的特色作物 那剛剛跟大家講的大道理 我們為了糧食安全 為了食安安全 我們要重視原住民特色作物 而在我們廠的研究有發現說 有些特色作物它有些機能性 有一些特殊的 不論是做未來有可能 可以開發成保健的商品 或者是要用的商品 它有一個潛在的機能性 所以它也是具有一個特殊的商業發展的目的 大家目前都是屬於一級的生產者 所以我們在選擇作物的時候 也許這些原住民特色作物 都可以納入我們農場的參考 除了說未來可能潛能 它有它的特殊潛能 還有部落朋友愛吃以外 還沒有其他的機會來發展原住民特色作物 這就是我們給大家下兩堂課想要說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發展的可能 你立刻就可以用到 你立刻就可以來採納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兩堂課 我們在部落地區發展農業 跟我們一般的農業不太一樣 它會遇到很多產業上的挑戰 像舉例來說 在部落大部分人都人口老化 民進族群外移 但有生活 剛剛我們有舉手 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部落裡 大家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嗎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有一次我就去參加三年前 我就去迪屁部落 復興部落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在豐冰鄉 然後那也是阿美族的部落 然後到那個部落以後 我發現很多空房子 然後在部落的集會場 就是部落老人家 然後就是一起來煮風味餐 給我們導覽 的時候我發現 現場只有一兩位年輕人 都年輕了 大概就是跟現場大哥大姐 大概就是三四十歲 這樣的年輕人 只有一兩個 其他呢 全部都是老人家 然後後來呢 我就問一下 那個社區的那個理事長 因為他說 怎麼會這麼多空房子 他說這個老人家看病不方便 從這裡到花蓮來看病 必須走到三下坐公車 坐公車一個多小時到花蓮市 然後才能看病 回程坐公車一個多小時 然後呢在走路爬山 大概多小時回到他家 所以只要老人家腳不方便 他住在都市的 坐在吉安花蓮的小孩 媳婦就會把他接到城市地區 讓他至少就醫醫療方便 都是老人家 沒有小孩子 一個小朋友都沒有 就說 怎麼沒有小朋友呢 然後理事長也是說 對啊 沒有小學嘛 下面有個新社國小 有啊有 下面有新社國小 不方便啊 爸媽都在吉安花蓮工作 每天要接送小孩子不方便 阿公阿嬤也不方便接送 所以全部都 全家都移到都市地區 這就是我們很多部落 面臨的一個現況 人口老化 年輕族群外移 造成原本該有的一些基礎設施 郵局 至少啦 有銀行當然最好 但是至少有郵局嘛 寄送資料方便 提領錢也方便 學校 醫院 或者是說公所 我們戶政事務所 地政事務所 政府機關的一些 還是有一些需要 就是辦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請你的方便 這些基礎設施都會消失在部落裡 消失在村落裡 這就是現在部落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惡性循環 沒有年輕的勞力 很多田都沒辦法繼續耕種 就會有廢耕 廢耕之後呢 想要復耕 因為更困難 做農業呢 很多人就是需要 尤其人力少的時候 需要一些機械化什麼的 其實很多的後半段的產業力 都很容易中斷 所以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在部落裡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我們常看的一些部落都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年輕人 沒有中間的年輕人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很少的小朋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人口的結構變化 所以呢 有好的田會荒廢 有房屋有設施 沒有人使用 慢慢的也會荒廢 回到這個自然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經營管理理念的技術有待加強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大家今天來上課 最遠到這裡的西部嘛 要來這裡上一堂課 花多久的時間 七個小時這麼久 對啊你看 這比起 大哥你原本在哪裡 對啊 如果部落行動教室開在你那邊 你就去那個什麼 瑞穗農會上課 從七小時就變成多久 對啊 你會不會參與的意願高一點 一定去 對對對 其實這部落很多都是遇到這樣的問題 像舉例來說呢 我們的奇美部落 大家知道奇美部落想來這裡上課 要花多久時間 對啊 大哥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從奇美出發 不是從你家出發 從奇美到這裡來上課 對啊 你要急 這個課如果是八點半上課 你什麼時候要來 五點來 到得了嗎 開車 回去幾點 假設你今天不是來上部落 原住民特色作物班 假設今天是告訴你說 那個什麼 我們有新的米的品種發表 然後我們有新的病從害防治技術 你會不會考慮一下 我要花這麼久的時間來嗎 大哥你會考慮一下嗎 部落裡有更多人會考慮一下 沒有 沒有到 要到這麼遠去 好啦我知道這個技術可能很重要 可以幫我種得好一點 可是呢太遠了 不方便 今天不方便我還有別的事 所以慢慢的呢 這資訊比較不發達的情況 很多的經營技術 或者是栽培技術 就沒有辦法傳遞過去 所以造成大家在經營或者生產上 有些技術和有一些理念呢 就是比一般住在那個方便地區 都市地區的 受訓的機會就少一點 那麼另外呢 部落的產業還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為了省工 智慧農業 我們可能就有很多的機械的 一個取代省人力嘛 一個大規模的種植 你跟著手 用那個人工來弄一天 他可能半小時就處理完了 可是部落的地呢 很少是很平坦大面積的 很多部落的地呢 在山區都是小塊小塊開墾出來 所以呢 他很難用機械化 就像我們有時候在部落 想要引進機械的時候 會發現我們根本 那個路根本開不進去 或者是機械到他的這裡 弄兩行 又換一塊地了 因為土地就是那麼的不平均 有斜坡什麼的 機械操作不易 所以呢 比起在西部 或者大平原地區 做經濟規模 動輒更做五六公頃 十幾公頃的這樣的機械化 省工的這個方案 可能就很難在部落裡實行了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很多部落呢 就是位於一個生態環境比較敏感的區域 大家知道以前在那個太魯閣 那邊可以種水蜜桃對不對 或者高山蔬菜 大家有去過嗎 以前可以啦 現在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他在國家公園裡 所以他有一些耕作會受到限制 你在國家公園的地 你可能就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是你在水源區 你可能就不能用農藥 他有很多的耕作上的限制 是我們一般農業 一般經濟規模農業 比較不會遇到的問題 在部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另外呢 還有就是行銷通路跟市場資訊不一 就是有時候呢 你的東西生產之後呢 就是要賣出去 如果你的東西是在那個 蘭陽平原生產 然後很快 開個那個蘇花公路 那不是蘇花 那叫什麼 過了雪睡 走一段路就到台北第一市場 第二市場去做拍賣 可是如果你的產品呢 大哥如果你是在瑞瑞生產產品 你想要賣到台北的那個拍賣市場 有時候我們像吉安他有到走榮鬚菜到那個拍賣市場 可能就要提前集貨 然後呢 快速的用菜車把他載到拍賣市場 然後還有機會說你種在吉安 種榮鬚菜跟那個韭菜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種在豐冰箱 有沒有容易就是五點前貨送到吉安農會的集貨廠 那你不就凌晨一點開始來採收嗎 所以他其實在行銷通路有時候接觸也不容易 那其實呢 有些我們農會啊 或者是政府啊在辦了一些就是展售的消息 可能他也比較不容易獲得 對 所以其實在部落的確是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另外一個呢 道路中斷就是農產品不容易運輸 所以價格偏高 這在部落也是經常發生的 我舉另外一個在那個西寶種那個玉米 還有水果蔬菜的一個農友 有一次我們去找他 他說下大雨了 所以那個路中斷 他跟那個超市有做契作 就是我固定每個禮拜幾 我要送多少貨到你那邊去買 有簽契約這樣 哇 那一兩個禮拜呢 因為道路中斷 所以他沒有辦法送貨 所以他就騎野狼一二五 就是後面用那個一箱一箱菜這樣子運送下去 然後他說真的非常的危險 就是薄命啊 因為只要摔下去 你可能車毀人受傷 可能更久就不能工作 對 可是呢還說還好那個超市的老闆 因為合作久了 知道他這邊西寶種的蔬菜品質很好 為了支持他們 所以就不用跟他送違約金 就說你一兩個禮拜不要供貨 所以我到現場看到的時候 他是堆滿了菜 然後就免費說帶一點酒放在這裡也是壞掉 然後他也不去收割了 因為也運不下去 所以他那個的整個豐收的時候 他的所有的農產品就必須放在原地 就是可能現在是跟作前先翻根下去 所以他遇到這樣的困難 只是因為下一個大雨 也沒有颱風 所以沒有天然什麼災害補助之類的 而且他也不是因為他的農作物受損 他是純粹運不下去 所以其實在部落產業 遇到這樣的很多的問題 所以在部落族人在發展農產業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除了一級生產 我現在講的都是剛才三分之二舉手 就是在部落裡從事農業 可能遭遇的困難 你價格賣得高一點 在市場競爭上 又會有一點其他的困難 當然因為我們今天來上課 不是來講困難的 我們是來講 換個思考 換個想法 這些我們在部落遇到的這些特別問題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轉機呢 大家我可不可以在講下一頁之前 請大家思考看看 有什麼方法可以翻轉這樣部落的命運 歐陽 不好意思 我比較認識你 你在部落輔輔導多年 入住多年 你思考一下 遇到這樣的困難 部落要怎麼解決 我們也在困難中啊 怎麼解決 因為我們種的是稻米啦 所以可能生仙上會遇到的問題比較少 對 然後可能 可是因為我們部落裡面有人是在種神仙的 所以他的狀況是 我看看 他並不是每天耕種 然後他是跟小農市集合作 然後會跟一些他在利潤上面可以比較高的一些市集合作 然後另外是加強網路的通路啊 然後或是說能夠跟其他的農民共同合作 就是減省運費的成本 然後在可能在採收上面 採收上面我自己知道的是講說 可是可能因為跟他們合作的那個單位 他本身的彈性比較高 所以他會針對講 他會先看講說他合作這幾個田區 現在什麼菜狀況比較好 然後跟他合作的那個 他是用直接宅配的方式去送 比如說有點像台北的那個菜市長 社區菜市場的概念 所以他可能說 比如說這個學校是一個社區 他就在這邊集貨 集散 然後大家共同來這邊取菜 第一個是減少那個對口的太多 然後第二個是他就可以有比較多時間的彈性 因為願意來配合這樣子的人 其實配合度 其實是比一般市場的狀況是好的 那我可以問一下 那他這樣子經營成本 比起一般的農產經營成本 大概有多哪一些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是做有機耕作 所以在那個人力上面會高很多 因為蟲啊或是說一些 就是你要顧的時間成本 或是那個人力的 比如說挑蟲或是趕蟲 那個時間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其他的話 零碎的時間會比較多 因為比如說是採 比如說像山書啊 或是說一些生鮮類的 變成說每天都要去顧 然後或是說臨時有單來的時候 他就要配合 所以其實小農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當然小農雖然成本也比較高 但是相對來說 配合的時間彈性也比較高 所以成本喔 成本最大的話還是運銷成本啦 那我們那邊的大姐 他主要都是自己送 兩個一個是自己送 一個是說如果對方有空的話 一起來到海線就一起收 對 所以大概成本上 應該還是啦 像你講的那個封筆嘛 就是那個距離長 其實我們無論是我們稻米或是生鮮 全部都是運輸成本 占最可怕的比例 對 其實像這樣的小農 其實我們在東部地區很多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為自己找一條通路 可能自產自銷 你就要去經營你的顧客 你要去就是多一點運輸成本 這些都是增加的 還有你的人力成本 你可能就是調配時間 生產效率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呢 你講到一個重點 在你要做這個之前呢 你至少必須是有機耕作 因為你會找到一個目標對象 願意用比較高的價格 來支持這樣的小農 可是其實呢 如果每一個小農都做成這樣 其實機率也比較低 不是每個都可以像這個小農 這麼經營成功的 當然前面他還付出了很多的 學習的這個歷程 說需要花費的一些成本 這都是一個機會成本 對啊 所以呢 在一級生產上 的確是還是有一個突破點 還是有個機會 只是說每個人可能遭遇的情況不一樣 所要投入的這個方向不一樣 但是呢 我們用一個比較普遍的方向 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產業 我們現在是農方 所以我們看到全部都是 在一個農業經營上的困難 生產條件的不佳 或者我想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不是做農的 我怎麼來看部落的農產業 因為大家都做農了嘛 我們來看看別人 別的行業 或者是別的消費者 是來看怎麼看我們這個地圈 部落的農產業 我現在說兩個故事 也是我親身的經驗 要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嗎 這在英國的葛倫芬南 在蘇格蘭 大家有去過嗎 大家有聽過嗎 這個很有名的地方 全世界都有名的地方 但是你們可能 不是直接知道葛倫芬南橋 這樣透過一個小說電影 大家才會知道 大家有聽過哈利波特嗎 大家有看過那個第二集 就是好 第一集也可以 不論哪一集 每次他要去霍格華 去上課的時候 不是要坐火車嗎 然後就會特別拍這一段 葛倫芬南橋 在這裡 然後有一集就是 他跟他的同學 去偷了他爸爸的飛天車 然後在這裡追 因為沒趕上火車 所以在這個橋上 他有一個圓壺 這個圖片很小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變成全世界 哈利波特迷朝聖的地點 大家有沒有覺得 葛倫芬南就比較有名一點 大家比較知道一點 葛倫芬南橋在蘇格蘭 所以在兩年前 我們也是哈利波特迷 去英國的時候 特地花花石 因為不容易到達 我們開車開了 大概四五個小時 很遠的地方 特地跑去拍這個橋 結果那天耗費太多時間 沒算到那個路那麼遙遠 氣候也不好 所以開到的時候 已經快四點 我站的這個位置 拍照片的位置 在服務中心 我想說 好不容易到這個地方 前面趕快拍一張 後面趕快拍一張 然後再來看說 我要去看的 葛倫芬南橋在哪裡 這是一個前面一個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葛倫芬南橋在這裡 大家知道它是遊客中心的正面 還是在遊客中心的後面 對 在後面 而且我其實是透過一個 鐵絲網拍過去 我想說這麼有名的景點 你這遊客中心 怎麼一點都不重視它 好 然後我們就分兩批行動 有一批就到橋邊 要去拍像哈利波特的 電影場景的景象 另外有人就是我們 我跟另外一位 趕快進去遊客中心 準備收購伴手禮 在我們一般觀光客的想像 來到一個 哈利波特朝聖聖地 裡面應該賣什麼 對啊 應該有至少紀念碑吧 馬克碑對不對 哈利波特相關的餅乾 衣服 徽章 你想像得到可能的電影相關衍生上面 裡面應該都要賣對不對 特別這裡應該有個 葛倫芬蘭特別版 現地影版 我們一般觀光客都是這樣想嘛 結果會走進去呢 哇 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跟 哈利波特有關的東西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我仔細去看一下它裡面的展 還有它裡面賣的東西 我後來發現一個事實 這個遊客中心不是為了 全世界所有的哈利波特影迷設立的 它是為在地人設立的 遊客中心 然後收的這些 遊客呢 就是英國人 英國人來這裡看什麼呢 好啦 就是它正面 這張照片 小小的大家看得太清楚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一個塔 它是一個紀念碑 叫葛倫芬蘭紀念碑 為什麼呢 這個紀念碑非常的重要 蘇格蘭要來看它 因為以前它南北對抗嘛 蘇格蘭跟英格蘭打仗 最後一仗就在這裡 前面的戰場 所以這邊樹了一個紀念碑 但是我後來看整個的介紹以後 才會手腳發軟 但是還沒看之前 只覺得很荒涼的一個景色 然後這個紀念碑呢 蘇格蘭要看 因為它對抗英格蘭 對抗到最後一戰 對抗到所有人都犧牲了 就是為了保住這個土地這樣子 所以他們要來看 看他們的英雄 那英格蘭也要來看 我要來看這個地方 最後我們打勝仗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有名的 在在地 不論是老人家去看他們過去的歷史 小孩子歷史教育的時候要帶來這裡 校外教學要帶來這裡看 所以這個裡面販賣了非常多戰爭的紀念品 明信片故事展覽 還有當初帶隊的將軍的展這樣子 從這裡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個 如果你是在地人跟你是官方客 你們兩個想要的東西 想看的東西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我們是世界遊客不是英國人 我對這個地方的看法是不一樣 我想要買我想要花錢 我想要的東西是在地人有提供的嗎 哪一個都沒有 裡面只有飲料 是大家共同需要的東西 在廁所 所以我們 很多在世界裡有個 我到停車場看的時候 我只看到一個遊覽車 是在蘇格蘭的老爺爺老奶奶 其他塞滿的全部都是外國的觀光客 像我們這樣 前面沒有車可以到 千里迢迢 想辦法到最近的機場租車到那裡 千里迢迢去 趕不上火車時間 起碼要標註一下說 幾點火車會通過嗎 我們要拍那個影片 就是這就是觀光客要的 而在地人沒有提供的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照片 這裡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這個就比較多人會去了吧 對 日本河掌村 可是看起來很陌生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沒有雪啊 下面還有水稻還沒收割 是一個秋天的時候 但是會秋天去河掌村嗎 不會吧 大概一定是下雪的時候 下雪的時候去河掌村 對 大家對河掌村的印象是什麼 雪景大雪紛飛 全部都被一片白的時候 河掌村就像童話的故事屋 所以呢 在觀光 就是我們的那個旅行社廣告都會說 白川鄉河掌村 此生必訪一次的童話村落 這個標題來吸引遊客來參加旅行社的行程 大家有看過這樣類似的廣告嗎 印象比較深刻嗎 所以我這裡剛好就拍到一個外國人在自拍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外國人 只有一個人 因為這個是拍河掌村跟水稻 還有一個非常醜的稻草人 上面寫白川鄉 但是圍在這個外國人的周邊 滿滿的都是人 都不是日本人 都是像我們這樣子去到現場 我也主要不是來拍這裡的 我是經過 因為我要參加的不是這個團 不是觀光遊客團 我是因為去日本去參加一個訓練 農業世界遺產的訓練 所以他帶我們去日本的世界農業遺產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日本很愛來 因為它是一個農業世界遺產 在這個好像是1995年 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登入為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對日本人這是個很驕傲的地方 他們的這個歷史文物變成了世界遺產 世界各國都要來看它 可是就是台灣人很奇怪 大家不是去看世界遺產 我們是去看童話屋 所以那時候要下課了嗎 還有五分鐘 我講完這一段 我們再來思考一下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到這裡來的時候 是解說員跟我們解說說 這個地方是合掌照聚落 這個地方它其實展現 為什麼會登陸成世界文化遺產 這是人跟自然共同創作 造成的一個景物 那個過去曾經就是有一個平氏家族打敗仗 十三世紀的時候 一千多年前 不到一千年 千年前就是日本有一個聚落打敗仗 躲到山區 這個地方可能會下雪 下雪會淹過超過那個十公尺 一個非常山區偏遠的地方 可是打敗仗沒辦法躲躲躲躲到那裡 就不會被敵人追到 所以它為了遇寒 去建造一個木造建築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冬天持續很長 超過三個月 所以你所有的生產生活 都必須在這個合掌照裡面 你看這合掌照起碼三層以上 你如果是冬天的話 一樓是住人的 然後三樓是放東西的 然後二三樓中間是工作的地方 那裡主要的生產有幾個重大產物 第一個就是槍炮 一定嘛 因為他們在戰爭 所以槍炮的製作這個很重要 還有呢 蠶 做衣服的 還有一個 因為旁邊都是森林 還有一個就是盒子 他們有一個重要的產業 除了民生必需品 糧食作物之外 糧食作物還是以水到一收為主 其實它在這裡有做幾大 重要的產業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家庭兼工廠 兼防禦的聚落 而為什麼它會變成這個合掌的這樣子 它從三四層樓高 屋頂可以到 延伸到快樓 原因就是這邊會下太大的雪 越陡的這個角度 雪越不會積累在上面 所以它其實呢 這個合掌照不容易建造 我如果要更換合掌照的這個茅草呢 我可能必須動員數個家族來幫忙 他們有一次就是要更換這個茅草 還動員到別的村落人一起來協助 所以對它而言 這個合掌照除了是家族的代表物以外 它還有日本有一個叫結 就是領結的結 結合的結 是說透過這個羈絆的關係 把人的關係聚合在一起 把家族的那個聚合在一起 所以它這個為什麼可以登陸成世界文化遺產 裡面有非常多的文化的意義 這是非常重要對不對 那聽到我這樣講 這個真的是有個歷史背景 文化的意義 它有個特殊需要被參觀的地方 可是呢 我就問在地的這個結說員 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地方主要是靠什麼生活這樣子 你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什麼 他跟我講說 我們這主要是靠觀光客收入 那我說 那哪一個國家的遊客來最多 他說 大家猜是誰 台灣人 然後呢 我說 他們都來看世界遺產嗎 他說 不是 台灣人呢 這是我們非常好的遊客 第一 它在淡季來 夏季很少 都是冬天來 冬天他們其實也沒什麼 其他各國的遊客 也不會有日本人去 只有台灣人會去 然後呢 第二 他們也不是來看這些解說的 他們其實是來看童話屋 希望可以住在童話屋裡面這樣 然後呢 遊客 就是旅行潭到現場呢 大概就是吃他們在地的食物啊 住在那裡消費 在這裡消費 可是會告訴他一個夢幻的故事這樣子 這就是我去聽的 從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觀光客 去到這個地方的這些作為 他們會來因應觀光客 也賣了很多紀念品小東西 所以得到很多的很好的觀光收入 所以它主要不是靠種水稻 主要不是靠砍木材 主要是靠我們可愛的觀光客來做生技的營運 所以到這兩個故事有沒有給大家一點 在部落農業 好 回到第一章 做農遇到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還沒有別的機會 好 剛剛這一章我們從農方 生產者 我們看部落農產業遭遇到的問題 如果是用觀光客的視角 觀光客的角度 他看這些特色 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舉例來說 他就會想 這個在原民地區呢 農產業有它的特殊性 我們剛剛提的人口老化 年輕族群外移 反過來是說 在部落很多什麼 老人家 而老人家呢 代表什麼 他的後面很多故事 可以我們去發掘 像是 大家認識這位老人家嗎 這是新社部落唯一的無師 這個 反過來是說 要有人去學 不然就沒有了 但是呢 每個封年季 每個遊城在開始的時候 都需要巫師來為我們祝福 老人家就是出席這些部分呢 就可以有一點收入 所以呢 在部落如果 沒有人繼續當巫師 我們遊城的前半段 這個 這就要 可能就要拿掉 所以呢 在對觀光客而言呢 有個巫師來跟我祈禱 我這次旅行順利 這是很特殊的體驗啊 然後呢 也是很好玩的地方 透過這個部分呢 可以把部落的文化 就部落的一些傳統 還有一些禁忌什麼什麼都說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知識來源 就是我們的老人家 所以對他而言呢 在部落裡是有個很多元的文化 風俗 社會結構 尤其是 大家尤其在祭典上 封年季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 就是 在部落的有一些年齡階級啊 不同的部落 有不同的 這個 就是社會的結構 其實都是對觀光客而言 都是一個故事 很吸引人的體驗 然後呢 每次帶頭祈禱的呢 不是部落的長老 巫師 可能就是頭目 要帶頭祈禱 這些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老人家 才能夠扮演的角色 所以跟我們剛剛看到 以農方來看 這個地方都老人家 沒有年輕的勞動力 可是 相反的 他擁有一個多元文化風俗 跟故事的這樣的資源 來自於老人家 不要小看老人家 老人家可以說的可多了 好啦 我們再來看 經營管理 部落很多經營管理 很難現代化 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缺點 如果以純粹生產效率來看 比較好的耕作環境來看 比較好的經營的方法來看 但是呢 對觀光客而言呢 因為特殊的地理條件 造成了特殊的耕作方式 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能夠讓他去做的農事體驗也 完全不一樣 對他而言都是個非常新鮮好玩的東西 像舉例來說 大家知道這個 在山裡的天空梯田是什麼地方嗎 嗯 沒錯 這裡呢 就是豐南村 大家有去過嗎 就 富里的最南方 花蓮的最南方的富里 富里的最南方的村落 大家有去過嗎 豐南村 去過的舉手 你們是去拜訪朋友還是去玩的 你有去參加他們部落油城嗎 坐碰碰車的 沒有 其實是很好玩的油城 那大家 欸 還有人有去過嗎 去玩過 歐陽你去過嗎 參加一次多少錢 寒一餐的 喔 只有走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水菌 嗯 那多少錢 嗯 對不對 如果是去吃那個寒一餐 加那個什麼 坐碰碰車 還有導覽這樣這一天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欸 是還好沒有到三千多啦 但是一千多 快兩千塊這樣子 嘿 但是團體啦 嗯 還是我們拿到的是團體價 應該是啦 農民應該都會給我們團體價 嗯 但是我知道就是 如果還要寒住的話 一天好像是三千多吧 嗯 一個人喔 好 不是兩個人 一個人 嗯 好 所以呢 大家知道 對我們而言 比較傳統的耕作方式 像它這個絕對沒有辦法機械化 一定要人工 收購也是要人工 甚至連水菌都不是一般的灌溉水菌 是這個 他們的這個百年水菌 它這個必須要人去尋 因為它上面沒有水溝蓋 所以呢 會有枯枝落葉 會去堵塞 然後堵塞以後呢 這個水菌就沒有辦法通 水就引不過來 這個石錯溝溪 就是這個地方的唯一的水源 所以呢 他們有不同的家庭 有分配工作 就是我要尋哪一條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沿著溪流開鑿的 在山壁上的水菌 所以也沒有水溝蓋 所以其實還蠻危險的 但是呢 遊客去參訪的時候 它不會讓你去走山壁 學猴子一樣的這個水 這個 巡田 巡水菌 它會讓你走比較平緩的 這個 大家去體驗看看 那這個遊城 大家相信嗎 它其實入選了 2016年的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基地 意思是它現在是一個世界有名的景點 很難想像吧 人家想說 哇 這個水菌 巡個水菌都這麼的困難 只要有稍微堵塞一下 都要家族出動 要花費多少精神才跟 才跟做這幾公頃的田 這就以農業生產更難在這邊生存下去 可是對觀光客來看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田間耕作的一個方式 而且它有過去的傳統智慧 然後他們要在這裡友善耕作 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是比較敏感的地區 所以它是不用農藥之外 也不用會傷害到水生生物環境的 一些農業資材 包括它苦茶破它也不用 雖然有的有機可以用 可是他們這裡不用 因為他們要保護這個水裡面的吉哈拉愛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這個大家一起共耕 然後維護傳統 保護生物的這樣的理念 就得到聯合國的世界旅遊組織的一個認同 所以他們把這個地方 這個遊城選為一個綠色旅遊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會在世界上公佈說 世界百大的旅遊 綠色旅遊基地有哪一些 你們可以去哪裡玩這樣子 那他們部落也說就是自從得到這個獎項之後 這個選拔到這個世界百大綠色旅遊基地之後 的確外國客人是增多了 可是這個地方還是很難到達 所以他們在部落裡就是在這個觀光的部分要更用心 因為接待各地的人 所以你在語言能力或接待能力的部分也要再加強 但是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如果你是純粹看 用很傳統的方式耕作 這個地方的沒有辦法走到農業的現代化 也許以農方的立場來看 以農業生產的立場來看 不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但是反過來以觀光客來看 也就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好 我們再看 有些部分的地區 靠近水源跟生態環境 敏感地區 所以跟座上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是以農民來看 就是你限制我 東限制我西 我麻煩死了 可是以觀光客的角度來看 這其實這個都是祕境 這個部落有一些景觀真的太漂亮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大家猜這個地方是哪裡 有去過這裡嗎 海盜米 這個是海盜米 大家認識嗎 在花里我不認識了嗎 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其實看這個房子 是個景 其實不是 是港口部落 那個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有個 港口部落代表兩位 請舉手 趕快啊 下課後跟你們同學做好 很好的那個 有愛關係 到他們那邊去參觀看看 很漂亮喔 好 那這個地方是在南安 也就是那個 林雅部落 大家有去過嗎 林雅部落 他們都是種有機田 他們就臨近在山區 這樣子 都是秘境 那後面的那個 那個山脈 海岸山脈 因為比較年輕 所以它都是比較尖銳的形狀 非常漂亮 好啦 那這個地方 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提醒了一個 V型山谷 V型山谷 絕對不是在地人叫的 都是觀光客叫的 來這裡要拍一張勝利V 大家知道是哪裡嗎 這個地方 這最近很有名 美到那個 秋天的時候要辦 古道秋生 這也是那個 永豐村 然後裡面呢 這裡就是豐南部落 在這個V型山谷進去 這邊 就剛剛吉拉拉愛部落那裡 吉拉米代部落 非常的漂亮 好啦 那這裡呢 這裡大家知道是哪個海 梯田嗎 那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那個新社 就不是港口部落 是新社部落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除了優美的景觀以外 豐富的生態系 很好的生物資源 所以呢 對於觀光客而言 這裡風景漂亮 我們來講 無污染 尤其是很多 來自於都市的遊客 可以放鬆 可以療癒 可以從事自然活動 探險 秘境 很多對他們而言 我們在看起來 這樣的一個地區 他對他充滿了想像 既定的印象 所以反過來來說 我們身為 我們要以一個銷售商 商品來看 我要賣給觀光客 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賣給他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一到那個 朝聖 哈利波特的景點 一進去 我預期想要得到的東西 或者是 來花東旅遊的 遊客 他來到這個地方 他想要什麼 他對這個地方的幻想是什麼 這也許我們可以 以他的角度來看看 美麗的景觀 所以我們導覽的時候 要帶到什麼 乾淨的空氣 完整的生態系 生產出健康優質污染的產品 所以這時候 我們提供他食物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重要的選擇 我的米 是在那一個水 你有沒有看到 山上那個瀑布流下的水 就灌溉我田區的米 所以呢 保證無汙染 在這裡吃好吃嗎 好吃的話 留下你的電話 我們可以定時宅配 這一期沒有了 下一期可以再預約 就是朝向他想要的 去銷售給他 那這時候 以觀光客來看 可能就不會太在意你的價格 宅配要費用 我知道 從這裡運到那裡 在地最新鮮的 一定要花一點成本 就不會去思考 說 我要給你殺價 或者說 你怎麼訂這麼貴的價格 怎麼不能送到我家 還要花一筆 宅配費 等等 都不是他會計較的地方 他想要的東西 我們要去滿足他 就可以 我們可以站在賣方的市場 就不是買方的市場 所以後來的農漁業 跨產業整合的時候 就會提到體驗經濟的部分 我們在賣的東西 他可能想要帶給對方的 不是這個價格可以反應的東西 但是他必須透過體驗 來去認識這個商品 他後面的附加價值 為什麼會有這個體驗經濟呢 還是說大家認不認識 現在的體驗經濟 可以大概說一下 是什麼情況 還是大家可以名詞解釋一下 有沒有人認識他 大家知道 各不同的經濟型態 過去呢 我們在農業時代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農業生經濟 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你要種出優質的產品 大規模種植 然後呢 因為農產品很容易壞 所以你要適當的保存措施 要很好的采後處理 育人處理 上到通路去 才能夠對我們的行口 對通路 對超市你預期的銷售對象 來做交易 賣到這個市場 而為什麼大家消費者 會選擇你的產品 就是你的產品有一個特色 比較優質 或是這個在這個季節 比較難取得 有稀有性 或者是說 有大 足夠的量 撐起這個 糧食住的市場 過去我們熟悉的農業環境 是這樣子 規模經濟 才能夠掌握到 最高的利潤 但是呢 這個進入了工業時代 很強調的是什麼呢 工業的經濟 商品製造 所以在商品製造 它強調的是一個標準化 還有以量自駕 大量生產 降低成本 方便我們的生活 可是商品工業經濟 或者商品的經濟階段 它非常容易產生競爭 只要有人 大家說毛三道四 只要有人成本 可以比我再降一點 他就取代我的機會 所以他講的是 如何降低成本 在這個商業 商品競爭的環境 所以後來呢 會有提到服務業 服務經濟 可能我可以比你更快一點 有宅配 我這個商品免費宅配到底哪 或者說別人還沒說 我24小時宅配道服 大家可以看到前一段 我們電子商務 什麼蝦皮進入市場 跟皮喜紅跟雅虎 在做競爭的時候 他們比的就是他們的服務 售後服務啊客服啊 這些都是服務業的競爭 但是服務業有個很難達到的地方 就是屬於消費者客製化的 訂製的服務 所以後來才會有個體驗經濟 體驗經濟會有人提出說 有人發現消費者可以不在乎價格 但是我就是要買你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呢 賣方提供他一個很難取代的 這個商品的價值 這有時候很難 很難用這個文字畫來告訴大家 但是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 來聽 就是舉一個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這什麼情況 我們平常齁 大家有吃過那個東南亞食物嗎 就是有一種辣醬 它是用魚露做的 就是聞起來很臭 煮起來很像 會煮菜的 大家知道嗎 就是有一種醬 就是東南亞的菜經常放的 就是酸酸辣辣又有特殊的香味 好吧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超市買得到 有在煮菜 還是我舉這個例子 大家比較不熟悉 然後再畫一個例子好了 但是我先說完這個故事 這個呢 就是有一對夫妻 就去巴黎島 然後呢 度假以後呢 就在飯店裡面吃了這個醬 那飯店那天吃得很開心 回來以後呢 就買那個醬回台灣 因為你知道嗎 好吃嘛 就有伴手禮 你就可以帶那個醬 入境台灣 然後就回到台灣的時候呢 就招待親朋好友 大家到我家來吃飯 我煮一個世界上無敵超級好吃的醬 給大家吃 可是現場去吃的人就覺得 還好啊 我去愛買也買得到 全年也買得到這個醬 跟你的味道有點不一樣 可是我無法體會 你說這個是世界無敵超級好吃 只有巴黎島買得到這個醬 到底是什麼 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那個飯店很厲害啦 給他的一個體驗 因為呢 這對夫妻齁 是去那裡二度蜜月的 去住他的蜜月飯店 參加他們為蜜月夫妻 舉辦的浪漫行程 最後呢 有一個場景呢 是在海邊 搭好的一個燭光晚餐 餐桌都是非常好的餐具 浪漫的場景 旁邊有人彈音樂 煮了一個 那個 一道菜 就是用了這個醬 所以呢 對他而言 吃到這個醬的時候 他想到是 絕對不是隔壁的鄰居 或者是他的親朋好友來的時候 吃到這個醬的感受 吃到這個醬 你就覺得 這味道不是我習慣的味道 如果是鄰居假 一定是這樣講 朋友已可能會說 這個還好吧 這個我上次呢 去泰國哪裡也吃得到 但是對那對夫妻而言 不是喔 你吃到這個醬之後 你就會想到 浪漫的沙灘 燭光 然後呢 周邊良好的服務 那天天氣很舒服 海風吹過來 音樂在旁邊 吃到這個是一種幸福 無可取代的感覺 好 大家有沒有對體驗經濟 我們要賣的東西 有一點想像 所以呢 從商品到服務 一直進入到體驗的經濟 在這裡呢 我們主要呢 就是要幫消費者 營造一個過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過程結束之後呢 體驗的記憶 會很久的存在 提供他的 這些我們 不論是部落社區 我們為 我們要準備一個舞台 像表演一樣 展示這個商品的體驗 大家可能想說 我又不是公司 我也做不來這個 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我可能做不到 或者你做得到 或者這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可以回去再想想 有可能喔 你做得到 有人會說 唉 我沒有那個 環境啦 我這個環境不夠好 我待會舉一個例子 達魯馬克大家有去過嗎 台東的達魯馬克部落 我可以告訴大家 那個地方喔 沒有 很 不像那個巴厘島飯店 這麼好的住宿設施 這麼好的那個什麼 美麗的那個風景 或者你說 我又沒有住在十梯坪 我沒有辦法發展成這樣子 不會 這個地方呢 就是某某山村 好 待會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們需要結合 一級二級生產 然後呢 讓我們的商品 我們的產業 加值化 就同樣一包米 這個米的生產成本 算一公斤的話可以到多少 同樣一包米 歐陽你們生產一包米 一公斤的成本多少 成本 就是包括人力啊 然後 這些你的種子費啊 土地租金啊等等的 你一公斤的白米 你的成本多少 唉 這還是要計算一下 但是我知道在部落生產 成本很高 你要生產出一公斤的白米 你賣一公斤賣 你一公斤賣多少 180 但是呢 結算下來 每年結算下來 感覺是沒什麼賺 因為它的成本比較高 如果是 在西部 一般一包白米 成本整個合算下來 可能是在40塊上下 所以它賣 一包白米80塊 就是賺一倍 可是 部落裡 生產一公斤的白米 你賣80塊 就是連包裝的銷售這樣子 你可能 可能是賠的 可能你的成本會上百塊 包括包裝行銷管 這些費用 土地 人力 還有投 這個生產過程的投資 你可能會超 你可能賣180 可能還賺一兩成 一點費用這樣子 對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的成本 生產成本那麼高 同樣如果 這個白米去掉它的包裝 就是 這樣子沉裝到消費者 它如果不到你這個白米 是從哪裡生產 你剛剛說 這一塊賣 這一公斤賣80 跟這一公斤賣180 它會選擇賣什麼呢 從外表上來看 它一定會選擇賣 一公斤80 為什麼 價格差異太大了 好了 把包裝貼上去 你會來知道說 這個是從嘉南平原生產 一公斤的白米 跟這個呢 從我們港口部落生產 一公斤白米 一個80 一個180 你覺得 消費者會選哪一些 如果這個東西擺在全聯超市 可能還是選那個80 但是如果這個 這個消費者是千里條條來到港口部落 參加完旅遊行程以後 他可能會選擇那個180的 不會選那個80的 這中間差異差到了什麼 就是他對這個商品的整體體驗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強調的 也許我們在生產 我們以農夫來看 這麼高的投入成本 生產出這樣的商品 有沒有可能就是可以讓消費者 用比較合理的價格 不是高價就是不合理 這高價是因為我們部落 在生產 或者我們這個地區 在生產這個成本 這個商品的時候 它有這麼高的成本 消費者願不願意買單 你就要讓這個商品的價值 能夠呈現出來 我前面講了那麼多 大家有沒有疑問 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就是怎麼賣 所以人家說怎麼種不是師父 是怎麼賣才是師父 大家都是要往努力那個方向去前進 怎麼樣快速的 讓他有這樣體驗的感覺呢 怎麼樣快速讓他有感覺 絕對不是放在全聯 跟很多的米放在一起 讓他能夠 我看到你的包裝 我自然有這樣的感覺 絕對不是 體驗這個東西很難做的就是 他必須跟我們的生活經驗結合在一起 他必須親身去經歷這些感受到了 不論是從眼睛 從呼吸嗅覺 從身體力型的感受到 這個東西的價值 才會刻印在他的心中 才會覺得有價值 所以呢第一點 他一定要親身到現場 不到現場很難感受 有時候我們在試吃會的時候 純粹吃用舌頭 來比較一個米的好壞 或一個商品的好壞 那的確吃是很好的體驗 可是純吃單一商品 沒有其他的附加的那個 機會去說服他 他的價值的時候 有時候很難比出來 就純粹以實位值來看 這個商品 所以說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這個機會讓遊客到達產地 他來進行我們簡單的 這個導覽 或者將我們的理念述說出來 讓他認識這個東西 讓他體驗到這樣的環境 這個東西 這個商品呢 是出自於這樣的產地 他就比較能夠去感受到 為什麼你需要定這個價格 他也會認同定這個價格是合理的 然後以後呢 最好還是從這個體驗上 讓他有產生一個鏈結 認同感受 去鏈結到這個商品 我願意就是來支持他 採購這樣的商品 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絕對不是說 我帶到他這裡 給他吃一餐以後 收費這個重點 就像剛才吉哈拉愛 去一趟兩三千 他絕對的背後原因是 我還要賣吉哈拉愛的米 絕對不是說我來玩一次就再見了 那就有點可惜啦 所以需要把一級的生產的東西 商品化的二級的東西 加上旅遊這個機會 讓他們親身體驗 把產業做六極化 你才有可能就是 在我們這樣的市場裡面做一個突破 這也是一個機會 而六極化產業 大家可以聽啊 我們在各地都在提六極化產業對不對 你跟人家有什麼不一樣呢 你想要成功就是你要有個獨特性 獨特性跟別的部落不一樣 只有我這也是這樣 有一個獨特性 跟人家有差異性 這個怎麼營造 你在當然是OK啦 客人有很多種方式 例如說你加入那個什麼 官方旅遊行程的這個通路 或者是說你透過在出去展售的時候 銷售這個訊息 或者是說你們有比較會經營做電子商務的 會做網路行銷的曝露出你們有這樣的訊息 還有呢來輔導你們的老師或團隊 到你們的場地裡的時候 接觸的這些人再去做口碑幫你們引銷出去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的時間很短暫 我舉一個例子來讓大家參考 這個是我為了防止就是 因為去年的課程 因為我們講的理念是差不多相同的 但是我們可能裡面的例子會有點不同 我本來想說如果去年有來聽 同樣一門課的時候 希望給大家不一樣的例子 讓大家回去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這個呢 所以大家沒有去過達魯馬克嗎 台東達魯馬克部落 盧凱族的 東新春沒錯 所以班長你有去嗎 你有參加過他們的遊程嗎 好大家在發展部落旅遊的時候呢 第一個最重要是要有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的部落嘛 特色 特色是你們的部落 這個遊程的特色是什麼 也許我講完這個我去旅遊的經驗 我們再來回頭來講這件事好了 這個大致上跟大家講說 我那一天的體驗這樣子 首先呢我們到達了達魯馬克 好從這個部落的入口出發 大家從這中間大家去觀察 他的硬體設施軟體設施 還有他部落的環境 最後我們再來回答 好來進去呢 會看到達魯馬克的守護神 好這是一個石牌 好這也就是部落的入口了 像很多村落或者是我們的部落 在入口的會有個標誌性的 這個造景或者是標誌性的一個紀念碑還是什麼 在這裡我們花了好久的時間 那個這個部落的導覽云 告訴我們這個部落為什麼有這個守護神 還有他們的宗教信 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祖先呢 雖然大家看到沒有任何外型的標識 可是這個其實就是代表他們的祖先的一個標誌這樣子 所以呢在這裡也不是這個導覽員可以來跟守護神 禀告我們今天有一群客人要進來了 好不要排斥我們 讓我們當客人一般的進入這個部落 所以必須有頭目來先做一個寄告的動作 先跟部落的祖先們寄告說 現在來一群客人 所以我們在到那之前呢 大家大聲把自己的名字爆出來 用那一些客人 然後呢守護神呢 就不會去把我們排斥在村落外 我們回去這一路也可以平安 所以他在祖告的時候也告訴大家說 我們大概有多少人啊 大概是誰啊 然後什麼原因啊 我們進去要做什麼啊 要多久啊 等等還有一些就是 對祖先 就是應該要這個祭儀要完成的一些事項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拍照順便等 這個部落歡迎我們進去 好 進去之後呢第一站呢 他就帶我們到旁邊 如果一般不認識部落的人可能想 怎麼帶我來一塊荒廢的菜園 他說這個沒有荒廢喔 這個是他們部落阿嬤的菜園 裡面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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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大堆 那他的種植方式呢 就是符合他們在地的生活習慣 好今天呢 中午欠蔬菜就到外面摘一下地瓜葉 好吃完了南瓜就把種子丟回來 好上面有香茅 想要那個驅蚊 或者他們要做什麼祭儀的時候 旁邊有檳榔樹 然後呢偶爾還有香蕉可以吃 有水果可以吃 飯後甜點什麼 這個菜園滿足了這一家子 各種不同的日常需求 然後呢也有種紅梨有種樹豆 他們部落需要用到的東西 裡面都有 我想說這麼神奇 這比十台冰箱更厲害 什麼都有 他們是不純冰箱 但是要有一塊菜園冰箱 裡面什麼都有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好接下來呢 他就走到他們東新村的一個標誌 告訴我們日本國民政府時代 還有他們在部落的遷徙 有現在的行政區域的劃定 不是他們過去部落的傳統領域 他有一些歷史背景的故事 然後呢帶我們走進旁邊的國小 這個國小就是他們在上部落課程的地方 有一些傳承呢必須把部落的一些傳統知識 交給他們的小學會有一個民俗課 好 這裡就是上課的地方 那他不講什麼 我真的很難看到 想說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沒有蓋子的糧亭 其實不是 他說這是一個特殊的 對他們部落很有意義的一個蝴蝶造型 所以在他們而言 這個蝴蝶很重要 在這裡也講很久 原因是 沒去過達魯馬克 所以我可以稍微幫大家說一下 蝴蝶在他們部落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因為他們喜歡把蝴蝶刺青在身上 不是我們一般人想說 刺老虎很威猛 老鷹很有長浮染世界 不是 這蝴蝶你有刺青 表示你在不同的部落奔跑的時候 不會被出草 就不會被砍人頭 原因是這是個信差的標誌 大家看到說 你是信差 跑到我們部落就不會覺得 你可能是要來侵犯我們的敵人 所以你可能就不會被除掉 所以擁有這個蝴蝶這個刺青非常重要 你才可以遊走在這個不同的部落 那麼對他們而言呢 這也是個成年儀式 你如果沒有得到這個蝴蝶的標誌呢 你可能沒辦法結婚 因為大家知道蝴蝶在不同的作物上 這樣點點繁殖 授粉 然後呢 象徵對他們而言就是 跑在不同的地方 有繁殖的機會這樣 所以你還沒登大廊之前 還沒長大之前 沒有得到這個蝴蝶刺青之前 你可能不能進入人生的下個階段 我說以他們部落而言 你還必須住在那個部落的集會場地裡面 你可能就不能到家庭來這樣子 沒有那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 婚姻的這個資格這樣 所以每一年你要獲得這個蝴蝶標誌 他們必須辦徵選成人的儀式 要比誰跑得快 當然你要當信財 遊走在不同的山林間呢 腳程要好 所以呢 跑得太慢了 你就失去了登大廊的機會 所以他們年輕人呢 在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在這個參加部落的這個 就是這個儀式 就是成人的儀式 就是大家要比誰的腳程快 所以在部落應該看不到胖子以前啦 那現在裡面每個都 有一點份量 像我一樣 所以我相信這個 這個故事你不講 他一定是消失在 因為已經不舉辦這樣子的 這個祭典了嘛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以前要跑得快 才有機會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走到了一個健康步道 他們是用這個健康步道呢 開始帶我們去走進他們的部落裡 因為這個步道呢 會沿著部落來蜿蜒 大家也看到一個平凡無奇的一條路 但是呢 這個導覽員就開始來介紹 我們眼中看起來平凡無奇的 三邊的一條小路 他其實呢 跟他們的生活 就是這個山林跟這個 部落裡的生活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因緣 還有這些地上長的這些綠色植物 他們是怎麼利用的 還有包括像檳榔 他們在 我可能沒知道另外一面 他另外一面就是這個樹邊這裡 的這種檳榔樹 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呢 因為盧凱族是有打獵的習慣 吃山 住靠山就吃山嘛 除了一些簡單的農耕以外呢 他們還有這個獵人的這樣的一個習性 所以呢 你要在山上生活有更多的禁忌 還有如何在山林求生 為什麼造這個大石頭 他們說部落裡 你沒有水不夠喝不夠的時候 你找水你要找這個大石頭 大石頭下面才會有水 或者水分多的植物 才可以讓你應期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導覽到部落的家 部落的頭目對他們而言是什麼意思 還有呢 這個是他們的主靈 主靈屋 就是他們部落的儀式會在這裡做舉辦 平常是沒有人住在這裡的 這是一個石板屋 就是他們的記憶的地方 還有呢 就是他們部落是怎麼從山上牽引下來 就是發從大洪水時代開始講起 然後最後帶我們到他們部落的集會場地 這個有去過部落應該都很類似的景象可以看到 在部落集會場地告訴我們 他們打獵的一些禁忌跟習俗還有方法 因為我們參加的是一天行程 他還有一個那個三天兩夜 真的會帶你到山上去住去打獵 可是因為我們觀光客 就是沒辦法待太久 所以他就用介紹了告訴我們 就在一個簡單的涼亭下 就是部落集會場地下面呢 就告訴我們他們打獵的過程 還有呢 一些路跟山腔 不友愛的一些故事 告訴我們 真的非常精彩 然後呢 他就帶我們到他們的打獵的入口的地方 他們有個獵人寮 就是獵人休息 整理皮毛的一個地方 可是為了觀光客 所以就把 其實應該是像旁邊這樣子 就是用一個棚子隨便拉起來的 但是因為觀光客太多了 所以他們後來就申請了一個計畫 整理一下他們的寮子 用旁邊的一些竹林 蓋了一個簡單的涼亭這樣子 這個涼亭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除了是 展示他們就是獵人休息的場地 還可以來當作餐廳 然後呢 部落的媽媽這時候就趕到了 趕快把 好菜端上來 把他們有生產的 包括這個 就是盧凱族特殊的食物 大家有吃過嗎 就是用那個 一個特殊的葉子 然後裡面 這叫什麼 甲酸漿葉 千惠是嗎 甲酸漿葉 然後裡面包肉這樣子 然後這是紅藜 跟芋頭 然後呢還有那個過沟絕菜 那是那個貴妞 還有香蕉 香蕉做的菜 等等的做法這樣 然後也告訴我們說 這些菜對 最遠的地方這個是 小米糰 叫他們的主食 這些菜的這個作物呢 都來自於這個村落 然後呢這些 特殊的食材呢 他們也都有賣 這個還講到最後面 然後呢他們的特殊的一些做法 還有跟他們平常在祭典才會吃到的東西 但是遊客們你們都非常幸運 今天全部你們都可以品嘗得到 說真的還蠻好吃的 也跟我們一般餐廳吃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吃完了以後呢 他就帶我們到林子裡準備 當獵人 介紹我們去導覽 大家可以看到 沒有講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好 他還告訴我們說 你常見這裡是咬人狗 他們會拿來做語 教導年輕族人的工具 不聽話的話呢 用咬龍狗輕輕的跟你揮一下 你可能就會有 三到五天的反省期 因為很痛嘛 反省我不應該這樣做 然後呢 他這裡呢 這裡的檳榔葉是紅心的 跟我們的一般市面上看到的檳榔葉不一樣 這也是他們在地的部落的老人家 喜歡吃的口味 他們喜歡吃紅心 因為覺得比較辣 嗆辣 好了 導覽完這些之後呢 剛剛你在山林上看到這些野物 這些植物呢 他們開發了一個商品 主要是羅氏岩夫木 因為有 哎呀 好 我們快速的結束 就是 他最後呢 要賣我們的是這個商品 這裡有五瓶的鹽巴罐 我沒有修出後來的 他有不同的食譜 可以去使用這個 不同的 這個 我們剛剛吃的特殊風味嘛 所以你用羅氏岩夫木啊 馬告啊 用桂葉啊 然後紅梨啊 用很多東西去弄出了調味料 這一罐你如果要燉肉的話 你就整瓶倒下去 可以燉一鍋肉 然後這個整項的商品呢 的售價呢 我記得好像是750還是多少 也有一個不低的價格 但是你體會完的這個山林呢 都不能摘回去嘛 我幫你摘好 曬乾好 放到裡面 你可以帶回去自己回去再煮 有興趣呢 可以再跟我們訂購 總而言之 這整套呢 就讓我們覺得說 這真是個好 好東西 我回去一定要試試看 煮煮看 我買他們的小米 我要買他們的鹽 這整個賣的這個 這整套行程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 這個地方平房無期 沒有任何的特殊建物 他可以導覽的東西 純粹是傳統的智慧 跟他們部落的生活大小事 但是呢 在場的40幾個人 都覺得 哇好厲害 好神奇 這個是很厲害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家庭媽媽煮出來的那一道菜 全部也都是他們平常會吃的東西 我剛剛講那個香蕉 為什麼有那盤香蕉呢 就是前幾天呢 雨太大 一個香蕉樹倒了 可是那個香蕉還沒熟 有點可惜 所以部落媽媽就把它拿去煮 煮出來就是一道菜 還有他們採的洛神 煙的洛神 喝的就是洛神 洛神茶 然後呢 他們吃的湯 就是旁邊的竹林 採回來的竹筍湯 但是是不是用野豬肉 我是不曉得 但是呢 這全部都取自於他們在地 就告訴你 你一定要來達魯馬克 參加這個行程吃一套餐 否則你在外面你也是吃不到的 一個特殊的 有差異性 獨特性 但是 我相信這部落應該不會發生啊 但是真的不能太難吃 如果是太難吃了 也要稍微篩選一下 好 就是例如說 三豬松上面有那個麒 吃那個麒的 那個真的不OK 對對對 一定要稍微變化一下 符合一般大眾口味這樣 的確 的確有部落會覺得那個是超級美味 但是你就留下來自己吃吧 好 提供給觀光客人 可能要有一定大眾的接受度 怎麼樣子來說大眾接受度呢 把你的小孩找回來 他如果吃不下 你也不要勉強他 而且觀光客一般也吃不下 好 那大致上的情形是這樣啦 就是我們的農產業呢 好 可能就是我們生產的基礎 你想要賣它 有很多種方式 例如走通路 起座 產銷幫 到農會 或者是到那個一般的市集 或者有很多販售的方向 也有一種呢 是透過像這樣的體驗活動 把人帶回產地 如果你是在市集上呢 那也是你著急 就像我剛才大 剛剛那個陳 陳大姐說的 如果你有在小農市集賣的時候 你也可以辦一個回娘家的活動 把你經常的這些顧客帶回去 然後告訴他說 你來玩一次這樣子 因為你是我的老顧客 所以我原本定價800 然後我給你打八折 600多 你就可以來參加 但是你如果幫我介紹客人呢 以後他們可能就要用800塊的價格 來體驗這 今天你體驗到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種方向我們可以發展 部落的產業可能不是純粹從 只從一級生產來看 但是呢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是農改強 我們輔導還是 我們的生產栽培技術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課程 來教大家 現在是原住民的特色作物 就是最 因為上一期 也很多人跟我們反映說 他想要學什麼學什麼 我們都有安排精彩的那個栽培的課程 給大家來做參考 來做選擇 也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來 發揚我們原住民特色作物的一些優點 好 今天的課就到這裡